再生能源新法案 太阳能再发光 是晨曦之光 还是夕阳之光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即时通 我是万伦 欢迎虎真横虎老师 万伦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太阳能有公布一个新草案 那接下来我们的太阳能族群 是不是有机会再长一波呢老师 好 其实这个太阳能的族群 很奇怪 不知道是因为巧合 还是故意的安排 每次放利多的时候 都刚好是大盘 即将要结束 这个所谓多方的行情的时候 所以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是没有办法帮助 这一波太阳能行情的 应该是说生不逢死 生不逢死 每次这个大盘要起长的时候 就没有太阳族群的这些利多 每次都到那个微粒的时候 叫太阳那些利多要出来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太阳能是怎样 好 那我们第一档要看的 就是大家比较可能 比较会去买的股票 就是元金 因为他成交量也是比较大 那市场上比较认同 认同的原因是他有获利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 如果买这个太阳能 最安全的就是要买那个什么 有获利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元金 元金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说 整个电子股在反弹的时候 他几乎没有弹就算了 还在逆势下跌 然后到最近开始又怎么样 慢慢的盘上来 那等到这个最后面利多放出来的时候 他才开始出现一个机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一次 这个太阳能的族群 有点就这种带赛骨的感觉 他不长 大盘都没事 太长 大盘就出事了 所以这个 我是觉得太阳能的族群 基本上就有这样一个特色 那我不知道 我说过我不知道是巧合 背离大盘的走势 对还是故意的安排 我也不晓得 反正每次就是那么臭巧 但今天元金也是很震荡其实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就来看就是说 他的反弹满足点 就纯粹以技术分析 我们就不要再去把这些什么 基本面消息面 里里扣扣东西 全部把它割开来 你再考虑进去就永远扯不清 那这个反弹满足点是 反弹满足点就到39.35元 但是这个反弹的满足点 不一定会来 他有两个情况 就是他有可能会来 来了之后会突破 突破之后就马上又再拉回来 这是第一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 那第二个就是 他根本就不会来 可能就是在快要接近的时候 他就开始回头了 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 元金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去注意到 因为毕竟上面的这个套牢的筹码 还是算蛮多的 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因为大家就认为说 太阳能族群能够买的就是在什么 元金 因为他有获利 那这个观念不是只有现在 是之前就 每次太阳能族群一来的时候 有利多就是大家就去买元金 所以前面的套也是算蛮多的 所以你要注意什么 套牢的解套卖压 紧接着来看我们最受欢迎的贸底 应该说盘面上很多的新闻台 一直在讲贸底 对为什么大家讲贸底 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贸底 因为他并不是还没在赚钱 可是为什么会讲贸底 原因是因为他比较便宜 造成他前面的筹码容易被锁单 所以他最近应该算是长得比较凶 就是长势感觉比较凌厉一点 所以市场就一定会挑什么 挑强的来讲 没人会去挑弱的 你挑的弱的来讲 没人要看你的新闻 就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新闻 大家在拱这个贸底 我是觉得他是因为 之前的这个量不大 筹码被锁定 因为他便宜 现在的冲上来 只是一个这种 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类似一种 弱势股的跌身反弹 的感觉是比较多的 所以他的这个反弹的满足点在32.8 今天就很明显的开高走低 有没有机会再去供到反弹满足点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真的来到反弹满足点的话 那你就可能要小心 那再来第三档 就是联合再生 对这个联合再生 今天也很震荡 对真的会再让你生气 因为他每次都 都在那边来来回回震荡的 几乎每次都是一两日行情就结束 今天又是一样 那因为他的股价真的很牛皮 所以我只跟你讲说 你要是买联合战胜的话 假设真的让你看到反弹满足点23.5元的话 你倒不换股操作 反正有那么多档 那个所谓的太阳能族群 何必要去担念一枝花呢 而且这一枝花就让你很烦恼的花 好 那再来就是第四档 安吉 好 安吉在这个地方 也是因为他的筹码之前是比较集中的 可是他今天反应就没有像帽迪那么漂亮 对不对 那到底反弹的满足点53.5元会不会来 我不知道 尤其有 毕竟他的之前的成交量没那么大 比较容易被人家锁单 可是如果真的来的话 一样 投资朋友你要站在卖方会比较安全 因为再往上去的话 很多的解套卖压就会出现 那其实这个总归一句 因为现在这个大盘 我说每次太阳能的利多都放在身不逢时的地方 就是大盘正要下来的时候 他才在那边放利多 所以因此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落后补坛的族群 我觉得潜尝即可 那你自己还要设定什么 一个停损点 是 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忍受的一个停损的范围 假设真的不行了 你要干嘛砍掉 绝对不能在那边等等 很多人在等这个太阳能柱群的解套 不要你又变成新一批的 等解套的一批的散户 所以同志朋友 今天的节目的分析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谢谢胡老师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胡老师的LINE 跟Telegram 才进行集中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